好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当地的交通状况 如果在今天晚上也要经过南港地区的话 要特别当心 不过今天的TBS聊国际 我们要带大家聊什么呢 是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我不知道大家去英国应该都会到访吧 虽然他的这个名声有正反不同的评价 不过现在呢这个大英博物馆 说到博物馆大家会认为说保全应该非常严格吧 没有想到他竟然被偷了 而且偷他们的还是自己人 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 大英博物馆他们发现说里头有一些黄金啦 珠宝还有宝石这些藏品是被偷了 而且呢他是遗失遭窃或毁损 而且呢当中涉嫌出手的就是里头的员工 并且也启动了馆内的安全机制来检讨相关的程序 不过到底被偷的是哪些东西 过去我们来看 博物馆其实都有前面跟后面 前面就是大家可能进到博物馆会看到一些展间啊等等 但其实背后他有非常多的仓库 专门呢就来放这些珍贵的古文物 那这一次呢被偷的文物就在仓库里头 他们是在里头的磋长式的小件物品 因为一件一件比较小件的比较方便带走 他里头呢包括是西元前15世纪到西元19世纪的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黄金啦珠宝宝石还有半宝石以及一些艺术玻璃等等 基本上都是放在库房里头没有对外展出的 主要就是要用来学术研究 没有想到被里头的员工这个盯上了 而且就把他带住了博物馆 而且持续的在嚣张当中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以现在来说 大运博物馆这么大的博物馆呢 保全照理来说做得很好啊 但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偷的 而且呢被偷的时间竟然都是在开馆时间 照理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看着啊 像是在2017年来说 他们公布说有一枚价值 大概100万美元的卡地亚钻戒已经遗失了 而且遗失多久 哇六年来其实都没有人发现 还有呢在2004年的时候 中国文物的失窃 还有在2002年的时候 有这个2500年历史的 希腊大理石的头像 也从这个基座的顶部被偷走了 这些展品消失的神不知鬼不觉 完全被很多的人有心人给偷走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里头的保全系统 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说到博物馆 现在很多各行各业 其实都是经营非常困难 但我们今天想要带你来看的是 博物馆现在有生存危机 关键是什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扯得有一点远 但的确就是这样 就是俄乌战争害的 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的能源 大幅度的这个价格飙涨 所以连带让这个需要让展品 天天都吹冷气的这些 博物馆还有这些相关的艺术单位 都开始吃不消了 日本的科博物馆 他们就出现了经营危机 所以他们想说到底该怎么办吗 好既然这些能源的费用这么贵 要让这些展品吹冷气除湿的费用真的太高了 干脆他们向他们的国民这么热爱 博物馆的展品的这些国民来募资 上晚募资才短短9个小时 就破纪录获得了1亿日元 不过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来看到日本的国立科学博物馆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说里头其实有很多动植物 化石还有标本基本上都要吹冷气 而且还有这个灯要打在上面 受到费用高涨的影响 他们其实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虽然说他们一直都有在控制 这些用电还有相关的状况 用电量是减少了 但是费用反而还是比没有节电之前更高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费用有多高 所以他们在8月7号的时候 就脱购这个网络的群众募资 募资这个标本还有资料的收集费用 网站一开他们希望可以达到 金额1亿日元 只有短短9个小时就打标了 所以专家就分析说 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过去我们讲说 博物馆他们想要跟大家募款 都希望拜托我们博物馆非常辛苦 希望你可以帮帮我们 大家认为是无仇的来这个帮助博物馆 但现在他们打出一个最新的经营模式 就是说希望大家捐助我们 我们会给你一些相对应的展品 还有这个纪念品 甚至还设计了很多独家的活动 说例如说你可以来到里头 我们的馆长或是副馆长 可以带你有一些特殊的体验行程 用这样子交换吸引民众的方式 也让他们达持这一次的募资记录 但说到博物馆 大家可能会有部分人 会觉得好像有点无聊 不过现在大家开始把这个博物馆 当成一个互动式的场馆 而且有很多的新奇体验 到底有多新奇 我们一起来看 躺在月亮下 与月球近距离接触 可能是许多天文爱好者的梦想 在智利首都圣地雅各 一场不一样的艺术星空响夜 利用3D复制月球 可让你美梦成真 这个由英国艺术家杰拉姆创作 曾经来台展出的大型艺术装置 月之博物馆 在多伦多米兰杜拜等地展出后 来到南半球的智利 这个直径7公尺的3D球体 是以NASA美国太空总署 勘测轨道飞行器的相机拍摄 透过高解析度 喷汇输出1比50万的月球写真 再以精密的制作缝合技术打造 月球表面大大小小的撞击坑 就近在眼前 让参观游客忍不住驻足拍照 不让3D月球 专美于钱 德国柏林的汉堡车站美术馆大厅 则出现色彩缤纷 巨大的管状物体 这是出生巴塞隆纳的艺术家 法布雷加斯的作品 他希望人们用感官 而非大脑来看他的雕塑 这个历史悠久的车站大厅 是德国最大的展览空间之一 现在变身当代艺术展场 被约70个彩色充气软雕塑占据 从地面天花板到金属结构 甚至会发出轻微震动 把工业化的钢铁梁 主建筑转化为有机的生长空间 1988年出生的法布雷加斯 巴塞隆纳大学和伦敦的 切尔西艺术学院毕业 这回是他目前为止 最大的展览计划 光是充气和布展 就得借助15人团队的协助 这场为特定地点设计的展览 将展到2024年1月 觉得艺术展太抽象了吗 英国则斥资1300万英镑 相当台币5.1亿 在东伦敦改造全新的VNA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儿童博物馆 要让大朋友小朋友 都能乐在其中学习 这座儿童博物馆 是伦敦主要博物馆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的分馆之一 七年下来 咨询超过两万两千名儿童 策划出三大展区 为零到十四岁孩童 量身定作 没有雕像或百年画作 有的是在玩乐中学习的机会 博物馆正式开幕前 外界昵称凯特王妃的威尔斯王妃凯撒林 也特地到场主持落成典礼 在英国面临生活成本危机之际 这座儿童博物馆免门票 希望借此降低入馆门槛 确保在社会艰困时期 孩子们也有地方可去 推升了综合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